真的是很巧哦 这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阴仙座流星雨 今年的极大值也就是最容易看到的时候 正好就是在七夕情人节 当天晚上的两点到四点之间 每小时呢可以看到一百颗的这个流星哦 而如果呢想要在星空下度过一个浪漫的情人节的话 不妨找个没有光害的地点 躺下来抬头看看流星 今年七夕情人节正好碰上流星雨 真是再浪漫也不过 每年的三大流星雨之一的阴仙座流星雨 今年极大期正好就在八月十三号 七夕情人节当天 凌晨两点到四点 每小时最多有一百颗 而且今年的观测条件非常好 是这两三年来最好的一次 原因是因为它的辐射点上升的时候 刚好我们的月亮已经下山了 那它的月光的影响就会下降 那在它的极大期的时候 它在天空上的位置比较高 那在天空上位置比较高的状况之下 那受到的光害的影响就会比较少 而且天空的透明度相对来说 也会比地平线附近要来得好很多 所以今年观测的最大的数值 可能可以达到理论上的每小时 大概接近一百颗左右 在没有光害视野辽阔的身上 每小时大约可以看到五六十颗 最佳的观测地点像是中部的大雪山 由于流星是随机出现 最好就是躺下来看 视野比较宽广 比较不会错过四面八方出现的流星 好 好 感谢观看